2012年,創作歌手Yori一首乾燥話轟遍全日本 登上許多音樂盤網的冠軍 並在短短的13週內下載量突破1次 可以說是現今日本音樂圈內絕對不能忽視的一位歌手 但你知道他從街頭藝人到破譯歌手中間只隔了一年的時間嗎? 哈囉大家好,我是Katsbong 每首歌每個人背後都有一段故事 這次,那些音樂人的故事要帶來看的是 Yori Yori 本名為牧村Yori 1994年出生,現年28歲 Yori從小在媽媽的印象下開始聽音樂 由於她的媽媽比較喜歡聽西洋樂 所以她在小學的時候就開始聽Bon Jovi、ACDC等知名樂團的歌曲 反而日本的音樂她比較沒有接觸這麼多 是直到高中時才開始聽Bump of Chickens、Beats等日本樂團的音樂 高中時她也因為憧憬樂團生活所以跟朋友一起組團 不過最剛開始她並不是主唱 而是以吉他手兼合聲在樂團的活動 後來學長稱讚她的聲音很好聽 於是Yori就逐漸從吉他手轉為主唱了 高中畢業後的Yori加入了樂團Leboxy擔任主唱 這個樂團也因為Yori的加入 有了標誌性的主唱開始被許多人知道 他們常常在路邊跟Lifehouse進行演出 常常翻唱其他人的歌 有時也表演他們的原創曲 但好景不常 樂團在Yori加入了三年後就結散了 因為除了唱歌以外不知道自己還能幹嘛的Yori 便開始拿著吉他在路邊作為街頭藝人自彈自唱 也藉由網路社群媒體的發達 開始在各個社交平台上發布自己的翻唱影片 所以在她爆紅之前 就已經有些人被她在路邊唱歌那洪亮的聲音所吸引 開始在網路上討論她了 接下來的故事 可以說是Yori在路邊演唱的堅持不懈 加上許多練習 還有大量的運氣所構成的 2019年10月 也就是Yori原本的樂團解散後隔了大概快半年 某次她像往常一樣在色谷的路邊演唱 當她唱到樂團My First Story的名曲 《Hana The Night You》這首歌的時候 My First Story的主唱Hero剛好經過 她就這樣走上去跟Yori一起共演完這首歌曲 這段影片在網路上被瘋傳 畢竟當街頭藝人翻唱時原唱突然出現 這種故事真的看幾次都不會膩 但是 Yori跟My First Story的緣分還沒結束 Hero看上了Yori的演奏跟唱歌的能力 在街頭演出過後 兩人交換聯絡方式 Hero問Yori有沒有自己的原創曲 Yori那時寫了一首叫做 《捉迷腸的歌》 Hero就說她願意為這首歌擔任錄影監製 並幫Yori完成這首歌 一個月後 2019年11月30號 My First Story在奇遇超級競技場 這個可以容納超過3萬人的場館內 舉辦演唱會時 邀請了Yori前去觀看 在演唱會進行到一半的時候 Hero突然跟大家說 她之前在澀谷遇到了一位創作歌手 因為她想支持那些追逐著自己夢想的人 所以為她錄了這首歌 並開始呼喚Yori的名字 讓她上台跟樂團一起演唱 Hanarenaiu跟捉迷腸這兩首歌 而Yori也這樣首次在萬人面前 演唱了自己所寫的歌曲 捉迷腸這首歌 除了在演唱會隔天上架串流平台外 My First Story也在自己的單曲內 收錄翻唱這首歌的版本 而在這之後 Yori這個名字開始被許多人注意到 捉迷腸的歌詞 講述情侶分手後的故事 用捉迷腸來詮釋 真的再也找不到你了 這樣帶點悲傷氣息的情節 藉由Yori那唱入人心 彷彿撕心裂肺的歌聲來呈現 引起了許多年輕人的共鳴 接下來Yori也趁勢追擊 在兩個月後又推出了歌曲 《卡古咩》 這首歌講述社會上的大家冷淡與無情 而Yori也用悲憤的歌聲詮釋了這首歌 也因為《卡古咩》與上一首 《周迷腸》風格相去甚遠 所以更讓大家好奇 Yori到底經歷過什麼才寫出這些歌 並期待她日後還能創作出什麼樣的曲子 2020年8月 Yori除了推出全新單曲《彼得潘外》 還同時宣布作為Sony Music旗下藝人主流出道 這首歌當中提到的歌詞 《彼得潘正厚群》是一種心理病的名字 指的是一個成年人 但心智卻像小孩一樣沒有成熟 Yori用這首歌來形容自己目前為止的心境 因為一直想要當個音樂人 所以當朋友們都念大學找到工作的時候 她時常被周遭的人問說 你還要唱歌唱到什麼時候啊 Yori不想讓自己的人生留下悔恨 所以她用《彼得潘》這首歌告訴大家 寧願讓別人嘲笑自己的夢想 也不要自己先放棄夢想 2020年10月 Yori推出了影響她整個音樂生涯的歌曲 《乾燥花》 這首歌是在講述 桌米長當中的情侶在分手之後 所發生的故事 桌米長是用男生的視角來寫的 而乾燥花則是用了女生的視角 這首歌由於講述的是 許多人都會感同身受的失戀情節 再加上那標誌性的副歌 成功讓《乾燥花》在社群媒體上 快速傳播開來 僅僅用了13週下載量都突破1億次 這個紀錄成為日本音樂史上的第三名 也是男性個人歌手中的第一名 可以說Yori抓住了幾乎所有年輕人的耳朵 在這個後V加創作者百花齊放的音樂市場內 她憑藉簡單吉他、充滿感情的歌聲 從中殺出了屬於她自己的路 也由於乾燥花實在是太紅了 後來還推出了英文版甚至是中文版 讓不會日文的人也能一起跟著唱這首乾燥花 體驗當中刻骨銘心的那一段感情 在這段時間內 不只在電台、音樂排行榜街上 可以聽到Yori的歌聲 她甚至還被邀請到The First Tag上登場 藉由The First Tag的影響力 讓Yori的歌曲能夠傳到更多人的耳中 她登上The First Tag所演唱的乾燥花 致經累積了一億次的觀看 而Yori也成為日後The First Tag的大常客 既然講到The First Tag 就不得不提到她背後的公司Sony了 這裡要推薦給大家一副很讚的耳機 本集節目由Mobile購物網贊助播出 你再找一副又小又輕 音質又好又有降噪適合面對日常生活使用的耳機嗎? 那絕對非Link Bounce S 莫屬 耳機本體只有4.8克 除了超輕超小以外 耳機本體的形狀設計符合人體工學非常容易佩戴 耳機上的本體差不多是普通卡片的一般大小 超級方便攜帶 但就算做得再小 Sony也沒有犧牲掉音質的部分 Link Bounce S 支持 Allodact 音訊編碼技術 讓你可以用超高解析度的音質來聽歌 而且耳機還搭載降噪環境音通透的兩種模式 甚至開啟了Speak to Chat 功能後 會自動偵測你說話或是有人跟你講話時 耳機內播放音樂會自動暫停並且開啟環境音模式 這不管是在辦公室跟同事說話 還是去外面買東西時突然需要對話 都省去了你再去操作耳機的動作 超級方便 這次的Link Bounce S 由於是Sony的日系工藝設計 推出的黑、白、地球藍、淡核色四種顏色都超級好看 可以讓大家根據自己的穿搭習慣來挑選喜歡的色調 像我這副就是接近大地色系的淡核色 已經等不及之後去日本到下輩子的這個文青聖地時 戴了這副Link Bounce S 邊聽音樂邊走在路上的樣子 光是想像就文青感爆紅啊 對這副耳機有興趣的人歡迎點說明欄連結去看看喔 接下來的優里只要一推出歌曲 就都是排行榜上的常勝君 動不動就一來一去的 他還在2022年1月推出的手裝專輯 以及當中收錄有多大16首歌曲 任何一首歌你只要聽過一個段落 就會馬上變成優里的粉絲啊 在專輯中收錄了快門這首歌 在剛開始並不是優里自己的歌 但的確是他寫的 這就要講到優里 除了歌手的另外一個身份了 那就是 YOUTUBER YOUTUBER 你可能會想 歌手當YOUTUBER 不過就是把自己唱歌的影片上傳而已 讓粉絲開心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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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里當YOUTUBER是真的超級認真在做影片的 頻道以唱歌為中心 發展許多有趣的企劃 像是跟其他歌手比賽唱卡OK 講解自己的歌要怎麼唱等等 而快門這首歌就是其中一支影片的主題 某天優里跟頻道內的成員們討論 究竟是優里的歌聲才讓歌這麼紅的 還是歌曲本身就很厲害 就算隨便換個人來唱演的紅聲這樣 為了驗證這點 優里用了百分之百的權力 以他們團隊內的攝影師Jim 所分享的愛情故事寫了快門這首歌 並讓Jim來唱這首歌 還拍了MV 單曲封面 甚至上了串流平台 目的就是要登上任何一個 音樂排行榜的前100名 最後真的達成了這個目標 而在幾個月後 優里也推出了自己翻唱的版本 但用了不到半年的時間 下載量就破譯了 所以現在大家覺得 是歌重要呢 還是唱的人重要呢 而優里當初透過 My First Story 得到了一個非常好的曝光機會 才讓他成為現在日本音樂市場內一線的創作歌手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 在優里大紅大紫之後 他還想把這份愛傳下去 常常在自己的頻道內提拔許多新人歌手 像是Baku、Nari、Taniyuki等人 又或是當初體驗過原唱Hero出現在街頭 跟自己唱歌時的喜悅 他現在也很常去突襲一些街頭藝人 或在學生表演的會場現身 在他們唱自己歌的時候突然上台一起唱 並鼓勵這些懷有音樂夢的人繼續堅持下去 這其中我最喜歡的 是某次優里時常配合編曲家Cimeras 在推特上詢問大家有沒有很會唱歌的人想要自我推薦 他們團隊正在尋找這樣的人 然後有一位13歲 叫做錦上宏的小男孩 他的爸爸媽媽就傳了他唱歌的影片給Cimeras 說他很喜歡唱歌 而錦上宏跟其他小朋友比較不一樣的是 他是幾年前被查出患有癌症 所以正一邊跟癌症奮鬥一邊唱著他最喜歡的歌 在他YouTube頻道上也能看到他姐姐幫他拍的所有翻唱影片 然而也因為錦上宏的唱功實在超出這個年齡層的小朋友 所以Cimeras將這件事告訴優里 最後決定到他家給他一個驚喜 除了跟他一起唱歌錄製翻唱影片之外 優里跟他的團隊夥伴們還為錦上宏做了一首歌 並邀請他來主唱 其他人則為他合聲 甚至在錄音那天 他可以自己跟優里表達歌曲的哪個段落需要加入哪些情緒 讓優里也稱讚他真的很有唱歌的天分 直到現在 雖然錦上宏仍然往返醫院跟家中 繼續對抗自己體內的癌症 但他說 在我死掉之前都會繼續唱下去的 現在他只要有時間就會繼續錄製翻唱影片 而最後這首歌叫做 我對幸福的看法 並在2022年底推出 是錦上宏作為歌手所推出的第一首歌曲 歌詞中唱到 是啊大家必須要活在當下 能夠擁抱當下的我 才意識到自己原來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雖然有很多人會覺得優里唱歌太用力 又或是認為他不配擁有這麼多資源 但我反而覺得他很好掌握了每一次向他順手的機會 並且在自己成功之後不吝嗇轉身 成為更多人的那雙手 乾燥化的爆紅讓很多人覺得 只不過是又多了一位唱愛情歌的歌手而已 但優里推出的飛行船Leo 又或是近期的Billy Million 都證明了他不是一位只會寫情歌的歌手而已 他曾經說過 他寫歌不是為了一群人寫的 想像有100個人在眼前 他只會為了其中一人寫歌而已 因為如果要寫出讓100個人感同身受的歌 那最後歌詞要表達的東西會很抽象 只有將目標縮小才能傳達到特定的人的心理 你又最喜歡優里的哪一首歌呢? 也讓我們一起帶來他日後的作品跟發展吧